放开那个片子 让我来吧 欢迎收看周八片 今天八的片是瑞克和莫迪第三季第八季 如果可以选择性的删除某些记忆 你会这样做吗 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记性太好 小莫被删掉的记忆堆满了一整个屋子 一起去看看小莫删掉的那些痛苦回忆 我们好开心一下 换完重点开始八片 屏幕没有拿反 这是劳瑞和小莫在无穷无尽的艾瑟尔空间逃亡 小莫怀里抱的是真理规 劳瑞简单说了两点 第一不要把真理规扔地上 第二不要直视真理规的眼睛 不料小莫已经和贵贵没来眼去很久了 劳瑞表示看过真理规的眼睛 你将知晓一切 无穷的真理涌进小莫的脑子 哎呀呀真理使我痛苦 小莫不看重负赶紧扔了真理规 爱上空间就这么塌了 回到家的小莫很绝望 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智慧 竟然如此痛苦 我希望你可以从你脑海里删除这段记忆吗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来follow me 小莫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密室 老瑞说这里保存着所有你求我三调的记忆 以免你崩溃了 小莫却毫无印象有点好奇 老瑞决定带他回忆回忆那些不堪往事 果断插上一罐蓝屏的回忆 这是小莫热爱天文望远镜的日子 明明可以开船飞过去 却非要拿着望远镜看月亮 梅利坚的国旗有点孤单有点脏 啊这不重要 小莫竟然在月球上看到一个滑稽的男人 报告家长之后 莫妈和老瑞表示你在胡舍 莎莎说也许只是镜头上的脏东西 小莫很生气 他已经是个14岁的孩子 当然分得清人和脏东西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班里新来了一个辅导员 猜猜他长得像谁 小莫很肯定这货就是月亮上的那个滑稽男人 决定晚上跟踪他 这个辅导员果然有问题 大半夜在自家门前插国旗 你以为你家是大使馆吗 小莫人脏病祸拍了下来 第二天果断把证据甩到校长桌子上 他说这个男人有问题 我在月球上见过他 这话听起来虽然莫名其妙 但校长是谁 全校最有智慧的男人 马上理解了小莫的暗语 跑出去和辅导员干了一架 辅导员信心离开 小莫一脸问号跑出去 校长说这个恋童屁已经被我赶走 小莫一脸闷圈 我只是字面意识地在月亮上见过啊 你是怎么理解成恋童屁的 校长你这样没事瞎解读 很容易变成周八篇啊 小莫心有不安 骑车前往辅导员家 然而悲剧的是 辅导员已经自杀身亡 小莫在他的墓前偷听得知 辅导员之前是个优秀的海军陆战队员 对国旗有着特殊的情感 小莫赶紧回家 仔细看了看自己的望远镜 竟然真的只是一块污点 小莫这次教科书般地演示了 什么叫做正式性偏见 自从一个月亮人的意念 占领了他智商的高地 他便只能接受那些验证假设的信息 忽视那些与假设相悖的信息 月亮上的国旗和辅导员的国旗 竟也能当作一种联系 来强化自己的想法 校长则是习惯性地将小莫的指控 理解为恋童癖的 理解真相有时候太困难 随便编造一个自己能够理解的真相 则简单得多 对恋童癖零容忍是一种善良 但妄下结论则是一种愚蠢 愚蠢之身的恶行之所以可怕 因为他往往披着善良的外衣 回忆结束 小莫这案是十分愧疚 然而来不及多想 劳瑞立刻给他播放了下一段回忆 这次他们被关在了一个小房间里 长得酷似灯泡的外星人 收集了各种小生物 他俩只是众多展览品中的一对 小莫抓狂想要逃跑 恳求劳瑞就算不择手段 也要带他出去 劳瑞立马想了一个损招 他伪装成外星文明 给美国航天局发送信息 让他们驾驶飞船 来到某个坐标进行接触 面对着突破性的信息 宇航局兴奋不已 立马准备飞船来到了小房间 劳瑞和小莫准备了 象征星际友谊的外套给他们 开着他们的飞船默默离去 留下一脸懵逼的两人 共度余生 嗯 他俩其实还蛮般配 小莫马不停蹄 又来到下一段回忆 餐馆外的爷孙良 偶遇外星人 吃奶弗洛普新人 全来请求劳瑞杀了他 原来他们死后 可以获得无尽换鱼的永生 前提是被一个伟大战士杀掉 劳瑞心想时间尚早 还是先吃个午饭吧 吃饭时间 劳瑞心想还是先去拉个屎吧 小莫接下来的一番言论 成功扭转了局面 他说很羡慕弗洛普新人 死后的永生什么的 在俺们地球就是个谜 也许就是个谎言呢 话说你们有确切的证据 证明这事吗 弗洛普一脸懵逼 从来没有想过 这事还要证据 他仔细想想 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马命运的柜子手 已经拉完了屎 Solid的枪也上了膛 留给弗洛普思考的时间 依然不多 弗洛普撒鸭子就跑 劳瑞心想 哇哦 还想来点有情节的吗 想不到这是真的 不始于战士之手 竟然要下地狱受罪 要么赌信 要么不屑 最可怜的就是将信将义 毕竟最痛苦的不是我不行 而是我本可以 小莫琢磨着 自己怎么干了那么多坏事 劳瑞表示 也不全是你犯的错 比如这个紫色的回忆 大魔王把莫妈 莎莎小莫抓走了 他说他知道 普鲁洞重视子女 所以莫妈可以选一个 继续活下去 在这尴尬的时刻 老瑞及时赶到 大魔王领了便当 但是小莫已经不是那个小莫 被邪灵附帖的他 无法接受自己被放弃的事实 分分钟要变身大魔王 忘了爱 我要毁天灭地 还是老瑞有办法 决定用爱感化他 小莫 我是你亲爱的老爷 虽然我经常恨你 但我还是爱你的 你要抵制内心的邪恶呀 加油默默哒 小莫 我是你妈妈 我们爱你 加油小莫 那是他 我们爱你 爱让小莫找回了自己的意识 开始往外吐那个寄生在体内的虫子 莫妈和莎莎感觉有点恶心 不想再说爱你的话 小莫一直开始松懈 他们只好继续说两句爱你哦 就这么来回拉锯着 大家觉得还挺好玩 小莫却痛苦得像是便秘分 小莫开始总结 蓝色代表我犯的错 直色代表是我家人的 那红色的是什么 老瑞决定给他来个红色的回忆 外星球小莫又在又在 老瑞忙着修飞船 日落之前不离开这里的话 气温会骤降到零下300度 咱们要躲到蓝精灵的肚子里 小莫说放开那个蓝精灵 他救过我们是朋友 老瑞说他不会痛苦的 说着一刀划开蓝精灵 两人躲到肚子里 老瑞开始进行倒计时 迎接即将到来的寒冷夜晚 然而并没有 是老瑞记错了 这个星球并不会那么冷 小莫恍然大悟 红色瓶子都是你干的蠢事 是你想让我删掉的吧 老瑞失口服人 小莫当然不信 继续来了一批红色回忆 这次就更无聊 只是因为老瑞一个发音的错误 小莫嘲笑他 就把这段回忆给删了 小莫瞬间炸毛了 这他妈随随便便就删我的记忆 那还得了 他和老瑞掐起来 老瑞赶紧掏出设备 准备删了这段回忆 争夺之中 两人的记忆都被清空了 他们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经过一番摸索 老瑞觉得这些棒棒 应该是记忆存储单元 插上试试吧 这次是在审讯外星人 外星人富于顽抗 事实不从 小莫很生气 因为外星人试图杀他的女神 他说不择手段 都要审讯出来 老瑞说好吧 你使劲拧他下巴的两颗球 小莫卖力的拧起来 外星人扭曲哀嚎 老瑞问他招不招 外星人说先招一半 等小莫做完服务 他就招另一半 小莫不明所以 我不是在折磨他吗 老瑞说你这是在帮他 我去这不是在折磨他吗 顺贼 这是交易的艺术啊 如果路一发就能解决 你去选择暴力 那和禽兽有什么区别 小莫继续寻找回忆 这次小莫在帮老瑞 做一个水平的架子 老瑞说这个破碗 也怎么做出绝对的水平 说着就开始制造绝对水平 一番操作之后 终于达到要求 老瑞让小莫前来体验绝对水平 小莫是不屑的 这碗也有什么好体验的 哎呀 真香 小莫在绝对水平里爽得不幸 莎莎拉他去上学 小莫开始找更多的记忆棒 比如老瑞让他关灯 结果他按错了按钮 这导致另一个星球里 老瑞讲着的一批人死了 又比如老瑞有个磁铁 只要输入想要的东西就能吸过来 结果小莫吸了一对红发女孩过来 老瑞给了小莫一个设备 让他能听懂动物说话 小莫去外面偷听各种动物谈话 无意却听到几只松鼠聊天 想不到他们竟然在暗地里 策划人类的政变 扶植新政府 推举新教皇 操纵跨国公司的交易 这太震惊了 小莫听得入了迷 松鼠们发现了 这个熊孩子 似乎能听懂他们的谈话 这些秘密绝对不能传出去 他们立即召唤成千上万的松鼠 回了他们家 老瑞用计拖住他们一小会儿 说小莫你闯了大祸 竟然惹了松鼠 咱们要离开这个次元的地球了 因为松鼠是绝对不能惹的 这只能拖延五分钟 赶快收拾东西吧 小莫继续回忆各种糗事 知道的越多 整个人都不好了 拿起枪就准备自杀 我不活了 人的一生唯有记忆正规 如果所有的精力 最后都散掉放在这里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老瑞仔细想想 有道理 掏出枪准备和他一起自杀 莎莎这时候却出现了 你们又在搞小莫的招心时刻吗 那是啥 导演这是情况三吗 你说啥 你是谁 爱我去 竟然是情况四 莎莎娴娑地掏出应对指南 按照指示 用枪昏迷了两人 把备份好的记忆还给他们俩 原来老瑞早就安排好 莎莎是他们玩脆心时刻的保险 专业收拾他们的烂摊子 算做了好事却要被骂 莎莎也没法跟他们解释 毕竟收人钱财替人消灾 此刻像极了给电脑重装系统 清空了所有记录和负担 电脑感觉自己快的飞起如火星生 但重装系统的人却很清楚 你们还是那台破电脑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